投資對不對 那為什麼直銷 直傳直銷 whatever Networking 為什麼那麼有效呢 因為它投資小 那如果這個投資Investment小的話 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可以做 因為傳統的生意 如果你沒有錢的話 一般很多人都想做生意啊 可是沒有錢啊 或是沒有經驗啊 可是這一個生意的這個平台 Everybody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equal 一個平 公平的平台去跳舞 不是說你有 talent We all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國的 都是一個平台 看哪一個用正確的行動去做這個生意 就會成功 OK Now So 我們做傳奇銷的話呢 每一個生意 包括Apple Computers 包括IBM 包括Nike Coca Cola 每一個公司在Harvard 有一個在Harvard 他這個Harvard叫Dr. Charles King OK 他說呢 每 他的study呢 他說每一個生意 都有四個 Four stages 那個生長 生長 階段 四個生長 階段 OK Four stages of business OK 他在 你知道他在 Illinois 在 Chicago 的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他是叫 direct selling 的 你知道在 Chicago 嗎 他有一個課程 在大學 有一個博壽 他有一個課程是講 direct selling 的 OK Now 他說每一個生意 有四個 stages 四個成長過程 一個生意 不管一個公司 OK Now 這個過程呢 是這樣子的 剛剛開始的時候呢 它就叫 formulation OK 剛剛開始的時候 Formulation 的意思是說公司剛剛開始 OK 那另外一個過程呢 另外一個 stage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就叫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 的意思就是說 當一個公司去到某一個地方 已經有開始有接受力 Customer 已經開始會有這個 niche 有這個找到這個方案 怎麼去衝這個生意的時候呢 就叫 concentration OK Now 第三個 stage 叫什麼 叫做 momentum OK momentum 這個中文 第一個 formulation 公司剛剛開 那 concentration 什麼 Yvonne concentration 就是專注的 stage 那第三呢 就是 momentum momentum 什麼 打爆了 打爆了 就是說當一個公司去到某一個地方的時候 不管你在跟你不在 這公司就跑上去 那最好的 example 就是很久以前 這是大概二十年前吧 你知道有一個球波鞋的公司 叫做 V-Buck OK V-Buck 那個 V-Buck 記住嗎 V-Buck 剛剛呢 它剛剛出來的時候 它賣那個 tennis shoes 是八十塊美金 Nike 別的公司在小 Adidas 那麼哪裡有人會買八十塊一個 tennis shoes 可是你知道嗎 當 V-Buck 去到一個 momentum 的時候 V-Buck 全部的 tennis shoes 都是六十塊八十塊這樣衝上來 就是說任何一個公司 當然跑到去 momentum 的時候 它就拉到上來了 OK 那拉到上來之後呢 第四個 stage 就叫做 stability stability 就是平穩 OK stable 這公司已經平穩了 每一個公司都會跑這個四個階段 It doesn't matter 那可是有很多公司呢 做 direct selling 直銷公司 百分之九十九 一年之內 跑不到這個已經垮掉了 百分之九十九耶 Within one year That's why 為什麼這麼人這麼恨 不喜歡直銷 這麼反感呢 因為今天起來 明天就不見了 要去傷我們 好像傷我們感情一樣 OK 所以呢 百分之九十九 won't last 一年 一年之內就會垮掉 OK 所以呢 當一個公司這樣子 跑過這個四段之後呢 哪一個階段會賺最多錢 right here 我們這個ride這個way 這個一個很大的浪耶 當你ride這個way的時候呢 你就會賺大錢 那可是最好的時間是究竟是哪裡呢 因為這裡呢 風險很大 第一年風險超大的 因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會成功的 OK 那我們公司現在哪一個階段 right here concentration 因為現在我們的產品的見證 生意的故事已經拿出來了 別人吃得很好 做得 這個story都出來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market市場裡面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位置 這個客人已經接觸了 已經接受了我們這個概念 而且有見證出來了嘛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會標了momentum momentum就這樣拉起來 OK 所以呢 our timing is right here 那我們看看哪一些公司 我們看直銷公司 哪一些直銷公司 是stability的呢 Ani Ani 中不道理也有 OK So那個Ani Ani Ani 對不對 Herbalife Avon Newskin Market America Market America USANA OK They are all here 賺大錢在哪裡 在這邊已經 那就是說 那些人 這一些領導 當他們right away的時候 他們已經賺了大錢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平穩了 stabilize 就是買股票一樣 你的股票超高的 你那時候買的時候 是不是會賺很多錢 No 當股票低的時候你買 當它跑上來的時候你賺大錢 這個是一個timing It doesn't matter 我們是做投資也好 做直銷也好 做傳統生業也好 每一個公司都會經過這個 4th stage 那當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我們已經過了第一年的風險了 OK So我們是第16個月 而且呢 我們現在 我們這個平台 不是一個國家 因為這一個4th stage 是每一個國家都會跑過的 我們因為我們現在呢 是個全球生意嘛 你看看看 我們美國在這邊 有一些國家是還剛剛開始 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國家都可以跑這4個 這4個cycle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要正確的認識 為什麼要說 哎呀 我很愛 什麼什麼別的公司 I say you know what 你可以愛 But我們把愛 跟做生意是兩回事 OK 譬如說 Kima 我這個公司產品很好 我說 如果我是做生意 用生意的頭腦去 去行人啊 去形容一樣東西的話呢 我會說 OK 我愛這個產品 可是這個產品 有沒有商機 有沒有opportunity 如果已經過了機的話 我怎麼有opportunity啊 大家其實已經跑過了嘛 賺過了嘛 你跟別人說 我都認識啊 安妮 我都做過啊 我認識 那你咱也商機 所以呢 這個要realize 這個東西是very very important OK So 我希望這個呢 會幫助大家 這個是4stages 我們現在是 在concentration 剛剛開始concentration的stage 就是第二個stage OK So Anyway 這個呢 每一個公司 每一個生意都會經過的 所以我們現在 我希望用這個圖案 you understand 每一個opportunity 每一個東西都有一個商機 一個opportunity 而且呢 你想想看 現在喔 media 為什麼直銷 直傳銷 為什麼會收到 這麼大的media 打擊啊 打擊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個模式 我們做這個生意的模式 不用media 那去把這個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dollars 的advertising 我們的廣告費 就沒有給他們了嘛 所以為什麼在美國media 不喜歡直銷 number one reason you take away the revenue 做生意啊 你把那個advertising dollar 拿掉在哪裡賺你的錢啊 所以這個是very important understanding of這個 這個行業 OK 而且因為我們做這個生意是什麼人 其實我們做這個生意是什麼生意啊 我們是做一個人的生意 不是百里如純 不是乾細胞 Nothing This whole thing 整個生意是什麼 是個人的生意 因為是人的生意 好的時候 放得很好很大 不好的時候呢 就那個放大鏡啊 你們是不是放大鏡 我講沒有講 對 你剛好哇 就哇 很超大的 為什麼就是一個人的生意 OK so anyway so I hope this is helping you 因為我們這個生意投資 very very low 很小 風險 很小 可是最大的投資是什麼 我們的時間跟我們的愛心 對 This business 最大的 你看多少錢 投資最大的兩千塊不大 Right 可是呢最大的投資是我們 Our time 我們的時間 跟我們的愛心去帶這個團隊 OK OK Now Haven't said that 怎麼要去 好好的去做人的生意呢 This is so important OK Now 我們人是不是每個人一樣的啊 No Everybody's different right 五個手指你看 Not the same height 都不是一樣長度的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的都是不同的 所以第一個東西呢 我們第一件東西 我們要接受 We have to accept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 所以當你accept的 這個事情的時候呢 就不會傷感嘛 不會 當你跟朋友溝通的時候 就不會傷感 不會傷心 OK 然後 怎麼做這個生意 要好好做這個生意呢 就是我們要好好做我們的ABC OK A B C OK 什麼叫A A就是你的expert 你的專家 那個真的 我這個真的不會寫啦 OK 這個是專家 OK 這一個呢 是您 OK 這是我們的經銷箱 那後來在台灣呢 他們常常說B訓 B訓什麼意思 B就是我們經銷箱 我們要怎麼好好的去做我們的角色 OK Now C是誰 C是你的customer 你的客戶 or your prospect 你的prospect是你的什麼 做生意的對象 OK prospect 對象 那你要正確的好好去運作這個生意呢 我們要好好做我們的ABC 那怎麼做呢 我們 By the way 誰是expert 誰是專家 專家是 No Not me Anybody but you 你知道我啊 我誰是專家 你們是我的專家 You know why 因為 中國不是話嗎 隔壁的飯比較香嗎 You understand You know 我英文就是說 隔壁的grass 這草比較綠 OK 就是這原因 如果今天 我去跟我爸爸媽媽跟我姐姐妹妹 說哇我們的彩音多好啊多棒啊 他們聽不進去 對啊 為什麼 是不是we're too close 他說你又不是 不是皮膚的專家 你又不是健康專家 看人長大的 看人小時候 拿到尿片的 所以 they don't listen as much OK 可是呢我會 tee up 一個專家 比如說我跟CC溝通 我把它tee up起來 那CC講話的時候呢 我的爸爸媽媽家家人就會聽 就是這個很簡單的一個道理 OK So 你的任務怎麼樣呢 你要tee up tee up什麼意思呢 就是 抬高 捧一個expert expert是誰 專家是誰 任何人 除了你自己之外 OK 你知道嗎 Perfect example 我去做facial OK 我的facial我做了幾 跟那個facialist做了幾十年了 OK 在Segmentry Park OK 她是專家對不對 可是我跟她 她看 我跟她說 我們產品多好 她碰也不碰 聽也聽不進去 You know why 因為她認為 她是專家 因為我是她的client 我是客人 不管怎麼樣 做了十幾年 上個禮拜去 給她弄我的臉 她說Kima 這是第一次 一點都不用激 激 激 一點都不用激 沒有黑頭 沒有白頭 Nothing First time 她說 See 我們的產品 用我的產品很好 所以我告訴你 我一點都沒有用你的產品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產品 可是她也不信 因為她 she thinks she's the expert Now what do I do Drop it 就放 撥開 It's ok 可是如果我替別人 跟她講這個產品 跟她的生意 她可能會打開來聽 因為我是她的客人 所以這個心態就不一樣 OK 所以你的任務 就把這個expert專家 Tee up起來 不需要她賺很多錢 很成功 It doesn't need to be 譬如說你現在跟一個 比如說你跟Nia工作 這個老闆娘她很成功 而且她很愛心 Whatever她的好處 你把她的好處 把她的重點說出來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做這個生意 都是為了錢 錢錢錢錢 有一些人是為了時間 有一些人是希望可以幫助別人 So you don't know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我會把我的專家 Tee up起來 為什麼呢 當你把這個專家 Tee up起來的時候 這個未來的客人 或是未來的經銷箱 就會Respect 就會尊重 就會對這個A軍 這個expert專家 就會有尊重 就是說當她講話的時候 她可能會聽進去 OK Now 因為呢 你跟你的朋友 你的prospect 你的朋友 OK 你們有信 Trust 信用 You know what OK 你跟她希望有信用吧 OK 有一些人說 她說欸 你要做這東西才跑另外一邊 因為沒有信用 OK So希望呢 你跟那個prospect 你們之間關係 relationship 都是關係 這個人都是關係的生意 你跟她有信用 然後你的任務 就Tee up 捧她的好處 當她講話的時候 這個C會聽 可是有很多人做這種生意的 第一件事呢 她不是Tee up專家 她是Tee up他的 他的prospect 欸你知道嗎 帶來會場說 欸你知道嗎 我這個prospect是很厲害的 是超厲害的 很大老闆 收了很多錢啊 他一這樣子 反正是Tee up起來的話 他就投了個大頭陣欸 有些是這樣的 大頭陣 我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不聽棉的話 OK So it's important 很重要是你把 正確的角色 我們要做去正確的角色 把Expert Tee up起來 為什麼呢 當你跟Expert Tee up起來的話呢 這個人講話就有力 人家就會pay attention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們大家不認識 那我去到supermarket 我看到這位太太 嘿 我告訴你太太 我有個乾細胞 超好的東西啊 有賺大錢的東西 你可能給我吃瘋子欸 這個是crazy 對不對 因為沒有這個edification嘛 沒有這個推動力嘛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廣告 the most important的廣告 就是我們英文叫做edification 中文是什麼啊 一般的中文是什麼 它是我的realtime edification 蛤 蛤 蛤 就是edify 蛤 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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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know 蛤 蛤 建政吧 不是建政 就是edify 就是把一個人 用 把他好事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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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標準的 树立 這個你知道嗎 我有很多夥伴 他們在夏威夷 從來沒有離開夏威夷 過去十幾年前 他從來沒有離開夏威夷 可是他可以在美國 打一個全美國的生意 就是好好的 把他的expert tee up起來 用電話 就是可以te up起來 而且現在電腦網路 我們這麼方便 有中國很多check room啊 QQ啊什麼 你把一個ex 你做一個會議 一個expert tee up起來 我們上台 你把我們te up起來 不是給我們 你把一個舞台鋪好 我們上了台 I hope you do the business 就這樣子啊 為什麼那個歌星明星 別人說啊 他們崇拜 Why Because media 媒介已經把他te up起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他們就是 其實他們是same as us 普通人 超普通的 你看 你看我去的supermarket I go everywhere 我超普通的生活 有一次我在學校 我很怕去學校 有時候我沒有化妝 就是穿一個sweat pants 然後拖鞋去去洗孩子 我今天我穿拖鞋 因為我的feet 還 still hurt OK But anyway 喔 你是不是會keep Oh my god 我走掉 So We are all普通人 可是given有一個舞台 我們就可以發揮我們的魅力 OK 所以呢 所以 Anyway 這個edification很重要 那當我們要做這個聲音的時候呢 除了這個明白這個ABC以外 我們自己也要做我們自己ABC 那我們自己要做的ABC是什麼 OK 第一 我們的attitude 我們的態度 要正確 用正確的態度做這個聲音很重要 有很多時候呢 別人進來做這個聲音 他說啊 我進來進來幫你賺錢 你是我的上線 我去幫你賺錢 You can't think like that 因為你這樣子想的話呢 以後 你下面的團隊的人 他會怎麼想 跟你一樣 我進來進來幫你賺錢 我去幫你賺錢 我去幫你賺錢 以至於進來是幫你自己 打 建制你自己的團隊 去賺你的錢 有一次我看到那個中 我不看的百分之百懂了 OK 可是呢他說 我們做這個網絡生意了 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頭等 可是有很多人呢 你做別的東西 就永遠跑過去頭等 可是這個你要做頭等的話嗎 很簡單 把你自己的團隊打起來 你就被人頭等了嘛 Right 所以呢 Attitude 你的態度 正確的態度 正確的眼光 看這個生意很重要 你今天進來做這個生意 不是為你上線去做 而且是為你自己 要建立你自己的生意去做 So Attitude很重要 OK 而且呢我們做這個生意呢 去用愛心的 幫助你的團隊 因為當你的團隊成功 我們自己才會成功 OK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 OK Attitude B I mean A 這是A對不對 B 是我們的Behaviour 我們自己的行為 我們的一舉一動 OK 為什麼呢 你有正確的態度 就有正確的Behaviour OK 有很多時候呢 別人做這個生意 當他有一點點成功的時候呢 這Behaviour就大了 就驕傲了 所以我今天早上看了一個東西很好笑 他說 有錢的人 口氣很大 沒錢的人 火氣很大 So I thought was so funny OK Anyway 可是呢 有錢的人也不是要不要口氣大 OK Because you know what Life you never know 今天有錢明天沒有錢 可是希望大家好好的保管你的採錢 永遠有錢 OK But the key thing is 我們的Behaviour很重要 我第一件事 十九年前 我剛剛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有一個賺了很大很大幾百萬的一個Legend 那我就問他 我說有沒有一些話 如果 我說我是剛入行的 你可不可以吃一個 Gumseq兩銀啊 廣東話的 對 我說可不可以吃 如果有一句話你可以吃 我說Elevator 我在電梯裡面碰到他 所以很短的 我說縮小縮小縮小 Fast tell me OK 他說never 他就跟我說一句話 我永遠不會忘記 他說never ever 因為錢 改變你自己 因為有很多人 因為賺了一點點錢 或者有一點點成就 他的口氣又大 聲音又大OK So you know 所以就改變了人 可是我們自己的Behaviour 做這個聲音 我們Behaviour很重要 不管別人的Behaviour 別人的行為怎麼樣 因為別的人的行動的行為 我們不可以Control 不可以改 可是我們誰的行為 可以Control 自己的 做這個生意 the only person 唯一的人 可以改的 Control的 Ourselves OK 所以呢不管你成功 有多厲害 都是Be Yourself OK 你看我 19年前從我要命 Same person 現在 I have a little money OK It's the same thing 不管我多少錢 我是愛吃一個粉 或者一個魚蛋麵 OK How much can you eat OK 所以這個Behaviour 要正確的Behaviour 正確的 多元啦 怎麼去 待人 對待別人 最好的example說 你希望別人怎麼對待你 你就怎麼去對待別人呢 You treat people the way you expect people to treat you OK So this is very important 因為我們這個ultimating 其實不是乾細胞的生意 不是百里如春的生意 都是做人的生意 我們懂得怎麼去做人 就是怎麼去成功 這個成功之學很簡單 怎麼要把我們自己的好好的 你懂 調整一下 調整是between the two ears 腦袋裡面的東西 OK So anyway Behaviour 第三 the C是什麼 是我們的character character 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講 品格 自己的品格 我們做這個生意有品格 你知道嗎 做這個生意呢 如果待他們十幾年的生意 如果一個人尊重你OK 什麼不了不起 可是有身邊不同的人 可是you never know 你會碰到哪一個 不是你會碰到耶 你下面的團隊有一天找到 你過去對不起咱們是百里了 OK 所以呢 我們做這個生意呢 一定要有做一點點的品格 So you got credit So I thank God 這麼十幾年的話呢 還有一點點的OK You know Anyway So我們自己要做有character 因為有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地方 都會尊重你的話 是個不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怎麼達到這個呢 我們自己本身 要好好做我們的ABC 我覺得呢 我們做這個生意喔 不單止是這麼網絡直銷 其實這個生意 這十九年代有什麼 是做人 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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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 哲學 這個生意 taught me so much about life 就是給我一個很大的 人生裡面很大的教育 給了我很大的意義 在這個人生很大的意義 OK So anyway ABC 我們自己attitude 怎麼樣正確attitude 因為呢 外面的人沒有 可是外面的人 因為對這個行業不認識 可是不生 或者是對這個行業有些誤會 所以他們有一些反應 有一些東西 那我們負面的東西 不是他們不是壞人 but they just don't understand 他們也沒有看到你看的東西 沒有聽到你聽的東西 所以他們不明白 所以他們跟你 你跟他們講的時候 他第一印是什麼 反抗 反抗 來 So 可是你自己的attitude 有正確的眼光 正確的attitude 自己正確的態度很重要 因為 you believe 你相信 所以呢 你的態度 怎麼去 去 respond 我 我會go over 怎麼去對付這個東西 OK So ABC 這個是ABC第一個 那另外一個ABC呢 就是 Always be cheering 就是常常要開心 OK So另外一個ABC 就是要 Always be cheering 就是常常要 Cheering 就有 Cheerly的這樣子 因為很多時候呢 去到 還會 哇 的臉都是 喀下來的OK 你知道嗎 我在香港 他說一句話很好笑 他說你知道嗎 為什麼呢 賺錢的人呢 常常會笑 You know why 這個笑呢 這個錢喔 在上面丟下來的時候 你要笑才勾起來啊 Alright 你只要賺錢就囉嗦 Alright 所以要笑 Happy happy OK 就錢就勾起來了 OK So Remember I learned this in Hong Kong I think it's funny OK Happy 你笑的時候呢 錢 你看看嘛 你看有多少個很富有的 他的 草莓福利嘛 什麼廣東話 什麼國語 什麼什麼狐狸 什麼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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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狐狸 Always be happy Always be cheering OK ABC 然後呢 做這個生意呢 還有另外一個呢 就是Always 還有Cheering 就是說 比如說 你跟你的 你的Expert的專家 跟你談Case的時候 你要 你要 要 適當的時候 適當的時候 講適當的話 OK 適當的時候 講適當的話 OK 對啦 不要扯得太軟了 太遠了 OK So 適當的人 適當的人 講適當的人 講適當的故事 OK 所以呢 那我們這個生意 其實怎麼做呢 我們做人的生意 把為什麼會常常開會 你開會 聽到不同的見證 不同的故事 這是你的最大的工具啊 每一次 我收到一個很好的故事 我來放在我的包包裡面 放在包包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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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很多故事啊 That's my工具 那我去跟人家談Case的時候呢 我不會說 不 全部故事打給你 不可以 我看 啊 他對啦 他需要我那個故事 我偷出來送給你 That's how you close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去每一個國家 都是講故事的 我去歐洲 我去日本 韓國都是講故事的 Why 因為我是不同的地方 我是收集了 不同的故事 不同的見證 OK 這個是 the best way 最好的方法 去close個Case 就是個故事 不管是產品的故事 生意的故事 成功的故事 That's how you close the case OK Now So always be cheering and always be closing OK Closing就是說 等一下 很重要耶 等一下帶來 談Case帶來半天 你就不知道 Application怎麼用呢 他幫你放走了 不要這樣 OK 我中文說 零可殺 坐不去放過 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我有一個Joke 大家 中文是說嗎 零可殺錯 不可以放過 不可以放過 OK 零可錯殺一百 不能放過 Oh my God 他很難 他很難 Anyway 我們不要殺人 It's a joke OK 英文呢 英文呢 有一些英文 有一個故事 這是我十幾年前 我聽的這個故事 給我很 somehow 很深刻的印象 在我腦袋裡面 他說呢 這一個故事 有一個在Texas 有一個很有錢 很有 billionaire 很大富融 OK 所以呢 他太有錢了 他說要做人生的CE 人生的測驗 OK 所以呢 他打算呢 the next day 他在家裡開一個很大很大的party 他家裡一個 Olympic size 的游泳池 Olympic size 很大的游泳池 可是呢 晚上呢 他放很多那個Alligator 那個鵝魚啊 鵝魚啊 Water market 放在裡面 So the next day 那一天呢 開party的時候呢 很多人就過來了 Everybody 他就把全部的客人 招待那個 swimming pool的周圍 圍起來 OK 然後他就講話 他說OK 任何人如果很勇敢的 挑進這個游泳池 可是要游過來 要live的 不要給人要死的 要live的 OK 我就給他任何東西 anything they want in life 他要任何要求 我都會給他 那各個客人看到那個 不敢跳 要死嘛 對不對 所以不敢沒有人跳進去 可是呢 有一個突然間 碰 有一個男生在裡面 那個男生在 Olympic size the speed 很快很快的 Woo 就游起來了 那這個很有錢的人 真的很高興啊 哇 他唱歌 哇你那麼勇敢 Tell me What do you want 他說你告訴我你要什麼 我要給你任何東西 You want anything 我會給你 那個人說 你不要給我知情 他在你給我任何東西之前 我要找到哪一個人 Push 我在池裡面 Push 我在池裡面 Push 你把他吹下去 OK 我很擔心 我們錢吃 P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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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打開,你怎麼打起來呢? 所以有時候打開,你會把腦子打開 所以總是閉嘴